哇 收到這個我怕我會哭 聽雅惠真的是每個一半都會到 然後 主要大家好 我是六月 今天早上呢 我又被一個重磅消息給驚醒了 到底我人生要經歷多少次這樣子的消息 我們新傳媒寶寶雅惠要離開新傳媒了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現在馬上來訪問他 嗨 嗨 大家好 我是五月 我們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宣布 所以現在是還沒有告訴全世界的 你現在會緊張嗎 有一點點 說真的 本來做了決定是覺得 突然間會有很多自由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可是現在隨著時間慢慢的到來 是有一點點小緊張的 因為畢竟你在這個圈子十五年了 有沒有誰是已經知道這件事情了 就是你在做這個決定之前 你有跟他們商量過 沒有人知道我要離開了 因為你之前如果曾經有過這樣子想法的時候 你會不會就是問麗品姐 因為她是你的導師嘛 從才華一路就是陪伴著你到現在 之前都會問她 而且除了問她 我還會問我的圈外的好朋友 然後他們就會一直在那邊幫我講 而且她的出路應該有那麼多 可是麗品姐是唯一一個就是 教我怎麼樣都要繼續把每一個角色圓好 你覺得麗品姐知道會有什麼反應 唉 我不知道 我已經盡我的努力了 我的導師 我已經很努力了 你是什麼時候就是有這個想法 然後去實踐這個行為 就真的以前遇到挫折的時候 都會想自己適不適合這一行 但是我覺得經過這個疫情 然後經過我爬山的那些過程 我就覺得說 人生太短善了 如果永遠不踏出那一步 你就不會看到意想不到的風景 Be good or bad It's still a very good experience 我覺得 二十多歲的時候 就覺得說沒有backup plan 就不能理他 但是我現在離開是因為我不想再浪費時間 你這樣子講 我就會好奇的想要問 這樣你的backup plan現在是什麼 就沒有啊 因為我接下來還要拍一個戲 OK 我不會放棄拍戲 因為這真的是我很愛的一份工作 所以我還是會嘗試不同的東西 比如說舞台劇也好 自己當導演拍雙片也好 還是會離不開這一個行業了 我覺得是很無限量的一個可能 你知道嗎 當你踏出這一步之後 你就不會限制 只能做好一樣事情 你有沒有是什麼已經是很solid了 就是你已經確定說給你離開了之後 你馬上就要去做了 沒有 你真的勇敢欸 給你點贊姐 我知道說新傳媒是你 基本上念完書之後 進入了第一個公司 然後就到現在對不對 是的 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除了演戲以外 你還有什麼最大的夢想嗎 一些冒險就是你想要去做 要嘗試的 想要登上月球 喂 那我們要去拍可以嗎 這個是真的 OK啦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夢想 可是其他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現在最重要就是尋找快樂 你要不要趁著這個機會 跟這15年來支持你的朋友們說些什麼 會好多好多話要跟他們說 嗯 哇 收到這個我看我會哭 沒有因為真的是 我的粉絲還有觀眾的支持 讓我走到今天吧 嗯 聽起來會真的是每個一半都會到 然後 一直不斷的支持我 然後 真的以前都是他們的支持 跟 愛戴 我才 能夠逼自己 一直不斷的進步 一直走到今天 甚至我記得我去年 哇 有一個90多歲的叔叔 你一年沒有看到你了 在電視上 然後一直問 你下一部戲會是什麼時候 然後真的很想看 哇 我就 然後 我不行耶 我的眼淚就直接飄出來了 真的 非常謝謝 所有的伯父 哥哥姐姐 弟弟妹妹 我真的是一起成長 然後我也看著他們長大 從中學 也就是從小學後到 Polytechnic跟大學 對 我還沒有要離開 所以 一定還要繼續支持我的戲 OK 我一定會做到這裡 那我們最後就是希望 雅惠姐可以早日實現 上月球漫步的這個夢想 希望你一切 接下來都可以順順利利的 好不好 謝謝 謝謝大家 喜歡我們的視頻 記得like and 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通知 視頻部落刊 拜拜 我們今天到處 我們下午 我們下午 五星 有 小鈴鐺 有一 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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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星